一部车两个人 我们总是这样踏上潮顺的路 一步一脚印的实践佛法 在旅途中 眼前处处是风景 从白天到黑夜 晴天到大雨 一边赶路 一边体悟着大自然的瞬息万变 那一趟我们去了太古东北 目的是拜访久违的蝶王师傅 在赫勒府的古巴吉士纳 是一位六巡高僧 因为制作蝴蝶系列的圣物 被尊称为蝶王 其实和蝶王师傅结缘已数年 每次见面总能获得一些启发 也得到许多祈福品 辗转送到台湾信众的手中 这一次来到禅房 不见法师的身影 询问法师亲信 才得知原来法师身体为样 正在静谧的地方修养身体 师兄很热心的开车载我们 到一处与外界隔绝的地方 抵达时 可以看见路口架了一个栅栏 栅栏上的吊牌写着 谢绝入内的字 在师兄引领下 我们才能进入 沿着小径往内走 先是看到一般复健运动用的走道 师兄说 一旁就是法师修养的地方 我们在静候着 等待法师醒来 约莫一个小时之后 法师缓缓从屋内走出来 几个月不见 蝶王师傅销售了许多 他说因为心血管疾病 刚开完刀再修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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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会员一直在沉默里 我很好吃 我的椅子很做 rhy реж啊 我做的歌 最速特别的 我做的 我的ANC on jij 我不陷入 mu 她做的 我看 已经有一段时间不接见信众 我们很幸运地有幸能见到法师 祝福他能早日康复 祝福他能早日康复 祝福他能早日康复